喂 不好意思 我拆兩分鐘 有點塞車 OK 兩分鐘 你有這樣過嗎 你如果跟對方約好時間 就一定要盡全力的準時到 你可能會覺得 遲到是一個很小的一件事情 但你知道嗎 你每一次遲到 你不只傷害你跟對方的感情 也同時傷害你自己 你的遲到習慣 會讓對方對你的信用扣分 也會影響你對自己的信任 當你跟別人約好時間 不管是吃飯、聊天 或是開會 你們就有了約定 就算你們的感情很好 對方說不建議 他的潛意識都在做記錄 你如果一次又一次的遲到 他的潛意識就認定你這個人的話 不能信 或是需要打折 這樣沒有信任的情況下 你們的感情怎麼可能會好 你說的話 還有你給的承諾 怎麼會有價值 你如果想要有好的信用 從今天開始 你約好的時間 就一定要盡全力的準時 或是找到 需要早一點出包的話 就早一點 需要設定鬧鐘的話 就快設定 然後 不要約明明知道趕不到的時間 你如果已經盡全力了 但還是知道今天會遲到 你就要在最短的時間 馬上跟對方說 這是給對方那種尊重 對方才知道 其實你是想要準時到的 對方也可以用這段時間 先做其他的事情 你的信用 只有你能掌控 把遲到的習慣 改成找到 你會慢慢的發現 你說的話 你做的約定 還有你給的承諾 會越來越有價值 你對自己也會更有信心 因為你知道 只要是你說的話 你就一定會做到 دا ando 做得到 還以後 更麻快